头戴帽子的男子潜入德州扑克俱乐部 打开桌子抽屉偷钱 包括比赛奖金 流动现金和金库现金 共120万元不翼而飞 窃贼硬体设备也不放过 业者损失粗估共150万元 另外监视器拍下 这名男子身形高大 头围秃 他居然是攀着水管 学蜘蛛人爬上二楼 再从窗户闯入行窃 相当大胆 警方循现锁定他的踪迹 一路追到130公里外的桃园中壢 将人逮捕 警方调查44岁嫌犯是贯切 落网时身上居然只剩下9万多块 贓款下落交代不清 警方不排除他可能已经花掉 或是拿来还债 而德州扑克俱乐部 因为窃案还一度取消赛事 可说是损失惨重 记者黄翔父王是韩 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 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